其实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就是学习材质节点,只要学习10个节点就够了 其实咱们已经学的差不多了,还剩最后一个节点就是混合节点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混合节点还有萌版来做一些混合的材质 比如说像这种还有这种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上节课我讲过可以到这些Polyhaven还有Ambient的CG里面去下载各种免费的材质 下载方法很简单,你就随便点击一个球 这边有这种1K到8K这种材质,一般情况下我下载个4K的一个JPG或者说天机可是都可以 比如说点击它就可以直接下载了,不需要注册啊 但是我发现有的材质就是你可以直接下,但是有的材质你可能还需要科学向往才能把它下下来 下来之后解压搜就可以了,本节课咱们用到的材质呢我都会放到咱们的评论附件里面或者说我的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好,我们打开附件里面的这个石头,你继续用上节课那个石头也是一样的啊 它已经被我细分过了啊,好,我们来拉出来一个小窗口,然后把这个窗口变成着色器编辑器 按下N把这个窗口给隐藏掉,我们用这个试图着色模式,手标滚一下点这个球 为了光照更加明显一点,把这个场景世界给打开,然后这样看起来就会更亮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材质,然后Ctrl-Shift-T,它会自动打开一个窗口 然后你可以打开你刚刚解压缩的这个材质,我们来随便找一个吧,我们用这个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Color,一个Roughness,因为它是金属的嘛,所以说一般你还要选一个金属度 然后你再选一个法向,法线的就是这个凹凸的这个纹理就可以了 呃,置换你再是不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平的,所以没有必要加置换 主要是我觉得加置换的话,会让你的这个机子变得很卡 选好之后呢,你就点这个Principal Texture就好了,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材质全部给你连上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手动点是一样的,只是你用这个Nolo Wrangler这个快捷键能会快很多 好,我们Shift-A再新建一个原理化BSDF,有时候它会突然变成英文的,我也不知道 你再Shift-A一下,它就会变成中文的,然后原理化BSDF 好,我们选中这个原理化BSDF,然后我们Ctrl-Shift-T,再来一遍,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材质 就选择这个黄金的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Color,不要选这个制环和Displacement 一个法向,然后做Auto就可以了,选择这个拖起来的,因为它没有连到这个修处上面 所以你看不出来,你可以手动把它连在上面,或者说你直接Ctrl-Shift点一下 它会自动连到这个修处上面作为一个预览,这个就已经连好,它是一个精手的这个球 好,那我怎么把这两个材质放在一个物体上呢,那就需要另外一个节点了 就是混合注册器节点,我们Shift-A到注册器,这边有混合注册器 这个也就是咱们本堂课要讲的新内容,就是这个节点怎么用 你看它讲的是不是跟那个混合节点一样,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放在注册器A,一个放在注册器B,然后把这个结果呢,修处给最后的这个修处节点 你可以Ctrl-Shift直接点一下,它就可以连上了 现在混合系数是0.5,所以就是两边各一半,你越往1这边靠的话 它就是完全是下面这个注册器,然后如果是0的话 它就是完全是上面这个铁锈的注册器 那这个系数呢,既然是0到1,那你就可以用一个蒙版 就是一根黑白的图来代替这个系数 我们新建一个纹理图像纹理,然后我们可以载入一张黑白贴图 就用这一张吧 好,我们把这个图呢,当作一个信号输入给这个系数 黑色是0,所以说它显示的是上面这个铁锈的注册器的内容 然后白色的部分呢是1,它显示的就是下面这个金色的部分的内容 好,我们可以点一下咱们这个纹理节点,然后Ctrl-T 它会自动给你连上一个纹理坐标和一个映射 它默认是UV的一个坐标,你可以改成生成或者说改成物体 然后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这节课主要就是讲这个混合注册器节点的用法 其实跟前面我们做那个混合颜色那个蒙版是一样的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节点,然后你需要有一张纹理贴图 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个物体上面就是透出不同的材质了 有同学一定会问就是我刚才用那个Ctrl-Shift-T自动加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你看它有的节点,它是给它打个组,用一个黑框表示的 这个黑框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这个黑框就用Ctrl-J去调出来的 你可以选中你想打组的这些节点哈 然后你把它选中之后,然后Ctrl-J它就会变成一个黑框 就是以后你做材质可能就是节点会越来越复杂 更容易材质混合,这个时候呢你学会打组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习惯的 然后你可以移动这个组哈,一起移动 你还可以给这个组改名,右键,重命名,直接按F2也可以哈 我给它改个名字,铁锈 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太小的话,你可以选中你这个框 然后呢,N,出现一个侧边框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设置里面把它这个字体呢稍微改大一点 好,如果这个字盖上呢,你可以把这个节点往下拉一点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呢,这旁边的这几个纹理坐标呢,你可以打个组 Ctrl-J,然后F2给它改个名字 就叫定位吧 我一般不喜欢切输入法,因为切输入法很容易就会让你的这个快捷键失灵什么的 好,把下面这些Ctrl-J打个组,然后改个名字,金色吧 你看这样一弄的话,你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你这一节点就一点都不乱了,对不对 对,我们把这个纹理印射坐标呢稍微改成生成吧 因为这样看起来太密了,用这个物体的模式 其实今天内容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个节点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另外的一个材质 就是一个空心的材质,我们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Shift-A,新建一个圆灵化BSDF 然后呢,我们还是选择它Ctrl-Shift-T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材质,我们就用这个材质 好,因为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球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roughness肯定是需要的 然后这个displacement,置换,然后color,然后这个金属度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法相,然后确认 你看,它就一下子给你连好了 那现在因为它给你,因为它现在站着这个口 你没法用,你要自己手动连 或者说你直接Ctrl-Shift点一下 它就会自动连上去了 它这个很酷的效果,因为你看不到空心 是因为你现在用的是EV修改器 把它改成Cycles 这种空心的话,它会Cycles会自动渲染 你看,它就出来了,对不对 咱们刚才用的是置换,置换情况下 咱们上堂课讲了,就置换情况下一定要检查你这个材质 就是你新建的这个材质 然后把这个在Cycles情况下 你要把这个颈凹凸变成置换与凹凸 这个参数只有在Cycles里面才能看得到 就是你在EV里面是看不到这个设置的 我们把这个缩方调小一点 你看它就形变就乍穿了 对吧 我们可以改一下它这个纹理坐标的投射方式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它现在是UV的投射方式 我们先把它改成一个生存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明显有一个拉伸感 就看起来比较奇怪 我们还是换成物体看看 物体的话 它这个纹理坐标的话,它就显得比较密 OK 我说怎么这么慢 我把这个Cycles这边选成那个GPU的计算 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显卡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个GPU 这样的话会快很多 好,我们来把它切换回咱们这个UV的模式 我们来看看跟其他的这个模型混合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它接到咱们这个混合桌子器上去 然后把这个桌子器修给这个最终的这个修出 你看到没有 它就是跟上面这个铁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合 然后把这个金色的连上去的话 它就是一个金色的一个效果 好,其实有点稠 但是你知道方法就行 好,这个第一部分讲完之后 我们讲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 就是Node Wrangler 我们来总结一下它有哪些比较常用的用法 好,我们先把这个材质给删掉 我们这边新建一个新的材质吧 就有些操作是跟这个插件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要知道一下 比如说我们经常要把这个线给断开 对不对 右边这个点其实很好 就直接手标点上去像这样一拔 就拔开了拔掉了 但是左边这个你怎么拔 它就拔不出来 你可以按着Ctrl像这样拔一下 它就断开了 或者你可以Ctrl右键 手标右键像这样滑一下 它也断开了 那Wingler你从网上搜一下 很多教程 它会有很多花式操作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记那么多快捷键 你只要记住5个就行了 第一个其实咱们已经用过了 就是那个Ctrl T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纹理 我们就用这个波浪纹理把它连上去 好,这个时候你选择这个纹理 任何一个纹理 然后Ctrl T一下 它会自动给你加上这个纹理坐标和映射 然后这是咱们最常用的一种 就是Node Wrangular的一个操作键 第二个就是咱们刚才已经反复用过了 就是那个Ctrl Shift加 T 然后它可以自动加载你现在下好的这个PBR材质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选择这个原理的话 PSDF 然后Ctrl Shift T 然后它就会弹出来一个窗口 你就选中一个材质 这里我们新建一个新的材质 我们来用一个彩显的一个材质 我们选择这个Moth PBR材质我们第一节课讲过它的原理 就是通过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操度 还有这个金属度 这个没有金属度 再选择一张法相的图就可以了 这边还有一个Ambient Occlusion 这个咱们就不需要 这个是环境光遮蔽 好 选好这四张图之后 你点一下 它就会自动载入 然后自动点好 这边有刚才咱们加了这三个基点 就是占地方 把楼捞一边来 但是你看它这个台显就已经连上去了 但是它这个没有这个置换效果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是Cycles的一个渲染器状态 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Cycles状态下 把这个设置改成 置换和凹凸 你看它就炸起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再去调整这个置换的这个强度 然后呢 它就会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凹凸感了 好 我们再来Shift A 新建一个新的一个原理化BSDF 我们来新建一个材质 我们稍微给它改一个颜色吧 就改一个红色吧 这样等会看起来会明显一点 好 第三个就是Ctrl Shift 单击这个节点 你可以预览这个节点的这个效果 这是咱们就是Node Wrangular的一个特性 单击这个 它就预览这个 好 第四个呢 也是刚才咱们用过的那个混合着色器 那怎么用呢 你就Ctrl Shift 然后右键像这样一拉 然后它会自动给它连成一个混合节点 看到没有 好 那这个比刚才咱们就手动一个加 要方便多了 对不对 你可以调整这个气数来 改变这个混合的这个强度 你还可以加一个蒙板 然后去改变它在哪个地方 显示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对吧 刚才讲过了 那第五个快捷键呢 就是你选中这个混合节点 然后你觉得这个上下关系要换一下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点击这个节点 然后Alt S 它的上下节点就会换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啊 网上其实有很多 关于这个Node Regular的一些快捷键操作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五个 我也觉得你就记住这五个就好了 以后你想 就是你用到更复杂的这个操作的时候 你再去单独去看看有什么样好的快捷键 可以方便你的操作 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